國道上小貨車追撞轎車 玻璃碎裂散落馬路 幸好雙方都沒大礙 但招式駕駛一下車拿出證件 名字竟然就叫鮭魚 事故單上 當事人名字就是李鮭魚 原來有一名女網友po文調侃 說老公下班被鮭魚撞 還發問到底有多少機率 會被鮭魚撞到 民眾哭笑不得 也立刻引起討論 被撞到就已經覺得很生氣了 看到這個更生氣 對 看到這個更生氣 事發在18號晚上 讓國一系武高架南下 因為前方車流回堵走走停停 鮭魚男剎車不及發生碰撞 右腳輕微擦挫傷 沒想到網友全歪樓 Cuso留言同鮭魚近 駕鶴西龜有請受醫嗎 真的是鮭魚之亂 還有網友搞笑說 遇到其中一隻也算好運 鮭魚返鄉了 覺得還蠻有趣 然後蠻荒謬的 鮭魚之亂至今已有不少人改名 但民間命理專家也給意見 說鮭魚兩字的組合合計28話 其實是大凶之術 改名可能得防止意外 邪光以及交通事故 更妙的是 新北警方的交通安全宣導 也跟上時事 交通宣導的範例罰單名字 就叫杜鮭魚 要民眾違規後 必試圖謊報姓民謀混 看來這波鮭魚之亂 後座力還真的不容小覷 記者 吳俊文林玉君 新北採網報導 請見下午後 好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